第3157集 苏妍点头 让她放心 平头难刺破了右手的食指 按在了那枚珠子上 鲜血流淌将珠子覆盖 然后流淌到了缝隙之中 她把手挪开 等了一会儿 珠子自己旋转起来 血光如同脉络一般朝着四周蔓延开来 过了好一会儿 这些印记才消失不见 接着只听咔嚓的一声 应该是饥荒被打开了 平头男子上前拉开门 立刻就又带着腥味的风吹了过来 手电找过去 里面似乎是一个巨大的空间 平头男率先走了进去 鼠心禅师等人跟上了 叶小莫三人互相望去 眼神都充满了震惊和疑惑 里面是个山洞 但有楼梯旋转着一直往下眼神 山洞两边都有掏出来的壁动 里面摆着油灯 平头男走过去把油灯点了起来 感觉动作很清澈熟路 叶小莫的心中更加怀疑 走到鼠心禅师身边 他问道 你们是不是有备而来 不然 为什么他的血可以开门呢 古帅不耐烦地赤道 让你们进来就不错了 问那么多干嘛 鼠心禅师说 我出去再告诉你吧 说完 他们陆续走下楼梯了 望着他们的背影 叶小莫更加确定了自己的猜测 这群人把城市真的有备而来 之前来的路上他就观察过 这几个人一路上就跟闷的葫芦似的 从不交谈 有好几个从头到尾 连一句话都没说过 表情还都挺凝重的 似乎是带着明确的目的来的 再加上刚才那个平头男的表现 越发加强了叶小莫的判断 先下去再说 苏妍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 三个人跟着下去 绕着旋转的楼梯 走了有十来分钟左右 来到了一片开阔地 这是一个好像地宫一样的存在 成圆环形状 中间是一口井 这井特别的大 目测直径至少有三米 四周是岩石启程的围栏 中间却看不到水 深不见底的感觉 整个洞穴也大得可怕 四周都有很大的壁洞 有点像是防空洞里的建筑 里面黑乎乎的也不知道有什么 以水井为中心 有七个人工瓦掘出来的笔直的槽子 通往几座好像祭坛模样的东西 叶小木一行人看得真惊不已 看到这个地方应该是从山体内部挖出来的 如果不是亲眼看到 根本就不会想到山下会有这么一座大型的地下公室 别的不说 光是在山里挖出这么巨大的一片空间 所耗费的人力物力简直难以想象 平头难带着走了下去 一行人紧随其后来到了水井的边上 趴在栏杆上看下去 能够闻到一股剧烈的腥味 叶小木的心头一颤 这是血腥味 这里面是不是死过很多人 树心禅师问平头难 平头难微微一笑说 一千多人吧 一千 所有人都露出了极度的震惊的表情 苏言实声道 这怎么可能 不要忘了那一千多个跟随陈将军 来到这里的灾民 平头难瞟了他一眼说 天哪 他们全部被害了吗 不全是 他们都被洗了脑 成了白脸角的信徒 陈将军身为叫门胡法 是他们的精神领袖 哪怕让他们献出生命 他们呢 也会取之若物的 当然 也有少数犹豫的 最先就被献祭了 叶小木三人吃惊的一句话都说不出 想到这井里死过这么多人 叶小木的心中一战的说不出来的恶心 赶紧离开那井口远远的 平头难双手拔在井口往下看 喃喃地说 上千人哪 当时那场面 想象不到有多惨 你是怎么知道的 苏妍忍不住就问出了内心的疑惑 平头难看了他一眼 也没有回答 继续说道 我知道的还不止这些 这座地下宫室 就是陈将军 在这数千人一起建造的 目的是为了长生不死 长生不死 叶小木三人更加震惊了 白莲教一直有个说法 就是圣母降临 拯救世人 为此要牺牲自己 用血肉来供养白莲 带到白莲长城 血浴血而生 圣母就会从花中走出 出淤泥而不染 用圣洁的光辉 来洗浊人间的污秽 把人间变成极乐净土 从此没有战争也没有天灾 人人安居乐业 最重要的是 这些当初为他的将领 而献身的人 都会作为他的天兵天将 回到人间 说到这儿 平头难抬头望着大家 摇着头笑了笑 他叹道 在现在听来 是不是很荒诞可笑 但是在百年之前 却是有无数的人相信 并且心甘情愿地 为这个信念 而献出生命 竟然是这样 望着这一口 杀了数千人的地下古井 叶小木的心中 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 信仰的力量是可怕的 一旦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了 所造成的破坏力是惊人的 甚至还超过了战争 可是我们在幻境中看到的 那个将军是被邪恶杀死的 而且好像不会发术的样子 很容易就死了 曹伟波倒出了心中的疑惑 平头难眉作声 往前走到了一面壁画的前面 这壁画上有很多凹凸的岩石 长短不一 乍一看上去像是建筑过程中的瑕疵 平头难在上面摸索了几下 找到了一块最长的岩石 用力往里推 却听见咔嚓一声 岩石被推了进去 然后他依法抛制 连续将好几块岩石都推了进去 接着 他只听见轰隆的一声 围墙被人向后推开了 原来这竟然是一道暗门 推开的一瞬间便有幽绿的光 从门缝里渗透出来 这里面竟然憋有洞天 平头难率先走了进去 大伙紧随其后 进去于看 立刻就呆了 卧槽 曹伟波叫了起来 叶小木和俗颜是没叫 不过惊讶之情一点也不压于他 眼前是一个大概有上百平米的房间 两边的岩石全部都被开造成了货架一样的槽子 上面摆放的竟然全都是金银珠宝 之前在外面看见的绿光就是这些珠宝发出的光 能将整个时时照亮 想想有多少 就是在一些探险寻宝的电视剧里 叶小木和苏颜都没见过这么多的财宝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